原标题 强迫,大部分被安抚来自中国,朝鲜半岛,日本本土,日据台湾,也有许多琉球,东南亚,荷兰等的女性,但是从二战结束至今长达70多年中,日本政府和右翼人士始终不愿承认,并声称一切都是虚构和伪造的。 第一座和平少女,向在首尔中路区,日本驻韩大使馆弦洛城,自1992年1月起,韩国的民间团体每周三会在这里举行示威活动,要求解决为安抚问题,之后,形态各异的象征为安抚的少女雕像,开始走向首尔更多地方。 首尔以外,少女像的足迹遍布釜山、仁川、乌山等韩国各地,今年年初,韩国报道称,韩国少女像有56座,旧金山是美国重要的西部城市,亚裔人口众多,世西半球,华人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同时又拥有美国最古老,面积最大的日本城, 因此关于未安抚雕像的设置在这里尤为敏感。 2013年起,美国已经有三个城市,树立了未安抚铜像,不过都是一些小城市。 2017年9月旧金山市圣玛丽广场,未安抚雕像揭幕仪式隆重举行,设施美国主要大城市第一座未安抚雕像。 雕像以中国、韩国和菲律宾三名年轻女子,手拉手的形象为主体,代表当年的未安妇,旁边还有一名老妇在仰望,代表现在的未安妇,悲闻内容未。 在1931年至1945年间,13个亚太国家,那女性成为日军的性奴,此被见证了成千上万被称作未安妇的妇女和女孩。 雕像由当地华裔、韩裔为主的民间团体,未安妇正义同盟。 牧子并推动落城,因为在九金山市中心,矗立起了未安妇雕像,结成姐妹城市已有六十年,论美国的九金山与日本的关系即将走向紧头。 美国九金山华裔市长李孟贤,坚定地说道不同,不相与谋。 九金山选择了公礼与正义,大阪市长吉村阳文曾多次表达,对九金山将雕像是有话的反对。 吉村阳文以解除姐妹城市关系作为威胁,要求李孟贤行使否决权,并提出与李孟贤直接会谈。 李孟贤回复吉村阳文的信中,表示对大阪市考虑中止姐妹城市关系深感遗憾, 并指出终止姐妹城市关系将会直接伤害两世兼许多一职贡献他们时间,资源集心血去建造两世桥梁的居民。 我们的公民组织将人民聚在一起,并每日去制造共识,去惩罚这些努力制造我们居民坚强大和做前景的人是很可惜的。 吉村阳文又多次请求和李孟贤会面挫伤,被多次拒绝会面请求。 李孟贤表示在未安抚雕像问题上,没有讨论的余地,因为象征未安抚问题的少女雕像是有话。 日本方面多次的施压都是徒劳,无奈的大阪市长吉村阳文甚至表示, 姐妹城市关系的相互信任已经不复存在,我将采取措施解除这一关系。 未安抚雕像体现的是对历史的尊重,对二战期间日军罪行的揭示和警醒。 日本政坛对雕像设立,揭幕即使有话的种种反应,折射出的士气不愿意正视历史,逃避现实,希望掩饰,单化罪行的态度。 这是与功利和正义相悖的,未安抚的斑斑血泪,战争期间日军的滔天队形,刻在这些雕像上,更刻在每一个拥有良知的人心之中,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